像三人在讲的时候啊 不是有字 我不会写那个字啊 我就要用这样拍哦 拍下照片放大字体 还要一天重复看两次 林美霞字字不多 却坚持每天抄写经文 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字 有的我没有拍到嘛 又忘记那个字这样写 这个是什么字 连小孙女也感受到婆婆的认真 特来助力一把 我教她读 跟她讲哦 这个是什么字 她可以自己写自己读啊 好像一面一面的字经文啊 我可以有时抄两天啊 现在不用啊 用多用心啊 做什么都不会冷啊 17年来 林美霞曾经面临三次经济压力 马六甲持继除了给予生活补助 志工更鼓励她参与活动 终于让她找到人生价值 有时我们觉得自己苦 人家比我们还苦 这个是人的生活一定会有苦 又有穷啊 平穷啊 我们做到的 我们就不要手心向下了 志工更邀约美霞参与线上共修 经济文法中 让她有了醒悟 开始改变饮食 游婚转素 动物啊 都有很像我们人都有生命 如果我们不要它那口语啊 就不会害到它们被杀了 去到外面就是会讲很怕啊 去赶赶跟人家讲乌素哦 感恩过去 展望未来 林美霞从被帮助到现在懂得助人 爱的陪伴是她最大的动力 大爱新闻林慧珠马来西亚马六甲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